然後我們講這個之後 還有 為什麼外國人 他眼睛眉骨又凸 眉又額目 為什麼都能夠有成就呢 原來又要看的 眉粗就要配眼睛 眼睛就不記眉粗 如果你看人家眼睛很粗的 我的眼睛也會粗的 眼睛不記眉粗 不記眉額目 正常的眼睛就記眉粗 眉額目 所以你看上時很多加加減減 現在你就慢慢學了 會越學越難的 只要高低也有這麼多話說 記住 高就怎樣生也好 低就要眼有神 還有眼深就不怕眉額目 接著呢 隆 粗和隆其實一樣 剛才給你問了 粗就特別是眉毛粗 隆就成條眉毛隆脈 但是眉毛隆脈 是不是都可以眉毛好幼 因為有些人眉身都很闊 但是都很幼 但是隆脈又怎會見到底 你說最好見到底 隆的意思是 他的眉毛不是很粗 他就等於見到底 譬如我條眉很闊的 有些大半寸這麼闊都有 有很多眉毛 他條眉毛也很幼 又可以嗎 可以 條眉毛很幼 他就見到底 所以粗和隆是兩件事 然後呢 膠和煉又是兩件事 我們經常說的 連眉是代表什麼 街邊聽的 連眉 小氣 還有呢 固執 沒有說街邊說 眉是說兄弟 街邊說 連眉是什麼 不懂嗎 連眉的人經常說是黑兄弟 所以記住 眉為兄弟公 眉為交友公 眉頭看感情 眉眉看思想 如果眉亂就思想亂 感情亂 兄弟朋友運氣 或者感情都是衰的 所以你見到別人兄弟朋友 感情好不好 就看到眉就可以了 如果眉樹起了 兄弟反目成仇 如果是逆生的 就有些人樹加起來 眉頭膠 膠是什麼意思呢 膠它就不同連的 原來這樣叫做膠 左眉侵落 右眉 右眉侵落 左眉叫做眉膠 膠代表兄弟反目成仇 不相來往 我們經常聽新聞也有說 對嗎 我斬弟弟 斬哥 為什麼呢 你留意的特徵 你就知道 一定是出一個眉的問題出現 連就不同 連是完全沒有事的 記住膠 先是至少兄弟反目 或者是生離死別 如果連呢 這樣叫做連 我們第一集 就有工作人員 整條眉很粗 像鑊撈一樣連起來 那它就沒有問題 那叫做連 不是說兄弟反目成仇 沒有問題 只是對一個人性格 被他執著 小小問題解決不了 反而想到睡也睡不著 那你有沒有留意 西班牙人 是不是經常有這樣的味 中東人 是不是這樣的味 所以第二天你見到西班牙人 或者中東人 見到人物和味 你就不要想別人 一定兄弟分離 誰知道人家天天吃飯 摟頭摟頭摟頭 全家大小 他們很流行的 在這裡吃飯 所以記住 我們看照 除了看照之外 還要看民族 原來我們看照 全世界人都可以看 因為我經常被人問的問題 我們學看照 是不是只看到中國人 不是 我們學了看照之後 全世界人都可以看 我們將民族特性加起來 你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西班牙人 或者中東人 你就不要說人家性格執著 因為整個民族都連微 那連微 它就不關兄弟分離事 甚至可能 生到戀了龍都 它都不關兄弟事 因為民族是這樣的 要加上民族性在這裡 如果中國人微 就比較輕輕的 比較弱的 這樣交或者連 才容易有問題 交是有問題 連是沒有問題 黃是甚麼意思 不是像外國人那樣 金毛 是我們中國人 好像染頭髮那樣 就等於你的頭髮 是 變成眉毛 我試過染黃調味 專家 染黃是不算的 是要敷黃才行 甚麼叫黃 就看看學生 見不見了 再告訴你 我們又要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 繼續封山水晉老闆 這眉毛向上一定厲害 就算小小的 可以當鹹脆花生 他都要做老闆 封山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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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繼續收看封山水晉老闆 師傅 通常觀眾都會問 如果這條眉毛連著 拔開它 有用嗎 有用 我經常說 拔開的時候 要提醒自己 不要那麼執著 不要那麼執著 痛一下痛一下 你就記得了 又或者有些眉毛逆生的人 他也一樣 有些眉頭剪掉 你就剪掉眉頭 你感情都是那麼亂 要提醒自己才行 要立定 找清目標 因為有些人經常眉頭亂 為甚麼呢 找不清目標 這個又覺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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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選誰 有一種也是 這個又覺得不是不錯 這個又覺得不是不錯 個個都覺得不是不錯 又選不到 所以眉頭亂的人 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你講到黃來講 我們中國人的眉毛 怎麼會黃呢 原來這個黃 原來講這個 枯黃 沒有生機 好像我們頭髮 不是會開叉的 乾肯的 不是會黃 折斷的 原來眉毛也會這樣 原來眉毛黃 女人是最不好的 通常靠不到老公 老公不是爛飲 就是爛滾 一般的 做到癡快更辛苦 甚至會養老公 所以記住了 見到眉毛黃 就自己儲多些錢 學多門手藝 預備養老公 那老了變白呢 變灰白呢 老了變白是正常的 對不對 你問一下正常的問題 那接著薄呢 這個龍和薄 其實是相對 那薄來講 很多人以為沒有眉 你剛才問了 女人沒有眉 聞眉 關不關事嗎 原來沒有眉 聞眉很多時候不是沒有眉 因為我們常常看的那些女人 尤其是我 如果是美女 一定要和我非禮 我看得很近很近很近 差不多隔了一寸這樣看的 原來看什麼 原來它薄極來講 其實也有眉毛 它是眉毛薄得來很淺色 如果你不聞眉 或者不畫眉 就好像沒有眉 所以它是很淺色 和很薄 但是我們最重要 疏而不斷 薄得來是要全部一條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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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斷了 這樣原來也算是可以的了 所以就記住了 眉毛幼 而淺色 它就看得好像沒有眉 那是代表什麼 剛才剛才說完 好幼 好幼代表什麼 好幼的眉毛 幼得好像看不到 你說還要聞眉 是啊 還要我們工作人員肥水 想不記得 細心 用手做的東西很厲害 持家有道 照顧老公 悄悄行 天天燙定三婦 等老公上班 煮飯就很喜歡研究 煮到老公喜歡吃為止 記住 找個眉毛很幼的老婆 不要找個眉毛很粗的老婆 什麼 我又想問 有些女人 特意 眉毛不太漂亮 特意拔走 去畫過 沒用 都沒用嗎 因為現在的眉毛 你現在的眉毛騙不到我 那些女人又不像 她還會眉毛 一時把眉毛倒下來 剪掉 整齊 都會的 又騙不到我 我看眉毛的走向怎麼生 你眉毛剪掉 你也是向下的 我一近看 就知道你眉毛向下 那連眉拔也行 眉毛不好 畫過漂亮的又不行 畫沒用 你拔眉的時候 都說要精神力量 那眉向下 你又知道為什麼嗎 啊 為什麼 悲觀 執著 經常想起點事都沒有好結果 明明很開心 正在吃鮑魚 她說慘了慘了慘了 但白粥都沒得吃 那時候怎麼辦 正在吃鮑魚 她想到白粥都沒得吃 你想想你娶老婆是這樣的 你多慘 我不是告訴你 有些老婆不同步的 明明我老公飛黃騰達 賺很多錢的 她都怕以後窮怎麼辦 都會買那些30元的鞋子 20元的褲 又有這些女人 那你慢慢的老公就嫌棄你了 所以記住 有錢洗就應洗 沒錢洗就不要洗 所以記住 微下垂的 悲觀 經常想起點事都沒有好結果 記住 那你剪的時候 提起自己 不要那麼悲觀 不要那麼悲觀 才有用的 那你既然問了眉毛向下 我順手說眉毛向上 那眉毛向上一定厲害的 就算小小的 可以當作鹹脆花生 她都要做老闆 因為眉毛向上 是志氣高揚 那就代表不讓人點得 記不記得我們以前 財政師彭麗智 你們年紀太小了 不知道 糟了 我教的那些 那些例子全部都幾十年前 布里茲烈夫 周恩來 彭麗智 我真的太老了 這個年代不對 他們的眉毛 全部都是這樣向上的 眉毛 去圖書館找資料 一旦上網 一打個字 傳個樣子出來 那些朱鎔基的眉毛也是 都是 總之逢是眉飛揚的 他一定是有分 近常的社會地位 就算他的相片很差 我也要小小的 開凍士多 都要做老闆 所以剛剛相反 眉毛向下 膽小悲觀 眉毛向上 志氣高揚 一定要厲害為止 如果加上眼有神 那就是一定厲害 眼沒有神 小小的厲害 都是要厲害為人為止 接著 破 和缺也不同了 破來講 他可能後天撞車 就撞破了 缺來講 有些人天生不見了眉毛 有沒有見過 沒有任何意外 突然間不見了眉毛 原來這個叫做缺 和破是不同的 男人 左邊眉毛 原來我們有個狗汁榴槤法 我不是說過混限並充 明暗狗 原來暗狗是狗汁榴槤法 左眉 是多少歲 7 7 7你的頭 31 33 31至33 這個是1歲 左眉1歲 右眉7歲